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叫王拜仙算卦 话说清朝光绪年间 河南府陕州城南关来了一位算卦先生 这位先生五十多岁 一双眼睛咕噜噜的 能透过胸脯把人心看透 两尺嘴尺薄晒闪的能把死人说活 他在邻家一街中央铺前摆了个地摊 挂了个小孔明今日再生 王拜仙占卜文化的招牌 这就开业了 不知他挂算的怎么样 可是吹的太想和了 什么能算你前三十年父母遭遇 后三十年子女前程 左邻右舍由何往来 更想和的是不用花钱买药 他自能求通神灵给你消灾除病 这算卦的王拜仙这么一宣扬 他身后的中药铺李掌柜就坐不住了 因为这李掌柜多年以来卖假药坑人 天堂日久失去了信用 所以近来这药铺的生意萧条 都快要倒闭了 李掌柜正煎熬的要命呢 见门前的王拜仙摆他算卦 还宣扬什么不用花钱买药就能消灾治病 他就活了 哼 要是不花钱买药就能消灾治病 那开药铺的不得喝西北风吗 不行 趁你出来乍到立脚未稳 我定的想法把你撵走 可怎么撵呢 总得找个借口吧 这李掌柜阴着脸翻长倒肚了好半天 才想出了一个计策 于是他支撑着肥胖的身体 慢腾腾的来到王拜仙跟前 深思一礼说 王先生声音兴隆啊 王拜仙一见是药铺的掌柜 心中一愣 这怪药 你开药铺我算卦 井水不放河水 你拜我开伤 肯定是不怀好意 我得提防着他 他也连忙回拜说 哪里哪里 即日处来贵地不曾开张问卦 唐言说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 我借贵殿门前一块宝地 李祖呼口 还望张柜多多相助 李掌柜说 好说好说 只是不知你这卦算不可灵啊 哎 若问我这卦嘛 虽离不上江太公 却不压于诸葛孔明 天上地上 无所不包 有问必答 百算百准 若是不准 请你砸我的摊子好了 好 李掌柜就等他说这句话呢 连忙插言闹 你既然有这么大神童 我倒帅也挂试试 他灵不灵 若灵 任你在陕州城摆他下去 若不灵 砸摊子的话 可是你说的啊 这王八仙暗暗交苦啊 这中圈套了 可表面上 他不动声色的回答 行 但不知你算何卦 李掌柜说 你可算的 我今天有几个客户 王败心一愣 你有几个客户 我怎么能知道 这哪是问卦呀 简直是锤西 要看我的好客啊 这要出我的洋相呢 这是 可这怎么回答呢 看他神情 必定是生意不顺 买卖萧条 才想把这一切 妨碍他的人赶走 可生意不顺 又会来几个雇主呢 他也算不出来呀 他头上急得直冒汗 为了不露出破绽 这王八仙就胡乱回答 说 我算你今日有一个雇主 李掌柜问 什么时候来买药 王八仙又一愣 不过这次回答的很快 说五十三克 李掌柜问 买几个钱的药 王八仙说 两个通钱的 李掌柜说 好 一个雇主 两个通钱 五十三克 有一点不对 你可别怪我不客气啊 看了李掌柜进了药店 专等五十三克 王八仙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都说在散州城 能做好生意 却不料今日真晦气 要是这头一挂算不准 王八仙的牌子一倒 这碗缝 看来就难扒拉到嘴里了 王八仙正着急呢 人群里匆匆忙忙 又挤过来一个老汉 喘着气 在挂摊前站住了 那老汉说 哎 酸瓜先生 你赶紧算算我的驴跑哪了 驴身上还背着我刚花七罐钱买的安子呢 都不见了 好先生 你赶紧算算驴在那儿 让我去找 王八仙一听 气都不大一处来 嘿 闯荡了大半辈子 还没遇见今天这号问挂子 你若问后世 能生儿生女 我就说积德行善 必有五男女 不等你生下来 我就不在这事上了 只要钱到手 哪管灵不灵啊 类似这号的挂 是越多越不显多 嘿 你说你让我算算驴去哪了 这我要是能算出来 我还在这摆层干啥呢 要顾的那个雇主 正让我急得走投无路呢 又来了个你 这王八仙眉头解锁 心里这么想着呢 呼的眼睛一亮 咕咕咕咕扎了几下 眼子来了 忙说 驴丢了 这个驴啊 他闭着眼 装着沉思的样子 老汉忙问 能不能找着 能倒是能 只不过要想找到驴嘛 你就得吃药 老汉一听 嘿嘿 怪了 从没听说个丢驴不用找 一吃药就有了 这酸瓜的可真奇怪 不管吧 只要驴能找着就行 吃药就吃药呗 老汉拔腿就要走 王八仙急忙把他拦住 说记住 只有买背后这家药店的药 才能生效 老汉说 好 我就去这家买 说着就要抬腿 他就说别忙 怎么了 买药得在53克才行 错过机会 驴就没有了 那好 我就53克去 还有 只有买两个铜板的药 钱多一点也不行 少一点也不行 咚咚咚 我就买两个铜板了 到了53克 老汉准时进了药库 恭恭敬敬的 地上两个铜板 要买药 这李掌柜气得吹乎着灯眼 暗地里直骂老汉 是个丧门星 你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这个时候来 多不买 少不买 恰恰之地两个铜板 真是火见鬼了 他压着火 没好气了的问 买啥药 老汉愣住了 王半仙并没交代 让他买什么药 于是就回答说 不管啥药 你抓点就行 李掌柜一听 暗想 好啊 你坏了我的鸡毛 我也不让你舒服 他摊开一大张纸 把胡椒 黄莲 八豆 这几位专管拉肚子的药 给撑了几块 包了一大包 绳子扎好 递给了老汉 老汉 边家药包的分量 心想 不知驴能不能找得到 但是今天的药可真便宜 两个同前就买了这么一大包 回到家 老汉就让老婆子赶紧熬药 老太婆不相信喝了药 就能找到驴 迟疑着不想熬 记得老汉 踢了他几脚 才吓了他 赶紧把药颠到厨房 打开一看 天哪 竟是黄莲 胡椒八豆 这 这想不熬吧 怕挨打 熬吧 这药喝下去 这人怎能受得了吗 他捉难了半想 听老汉在堂屋里催得紧 知道不严生的 往锅里倒了一半 另一半 包着藏了起来 就这一半熬好的药汁摆出来 黑乎乎的 也有一瓦盆 这老婆子端到堂屋 让老汉喝 没病喝药 真不是味 何况满满的一瓦盆 但为了找到驴 老汉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闭着气 一家伙把这药关到了肚里 刚漱了口清水 点火抽烟 只听这肚子里咕噜噜噜噜 一阵响 老汉颠着裤子 就往盲房跑啊 还没堆一下呢 就拉出来了 直拉的老汉是 上气不接下气 直不起腰的 他气得狠狠地骂道 拉拉 我叫你拉 拉不死 我明天找你算账 越骂声音越大 左铃右舍都停下来 再说这老汉的驴 跑到了地里 让他的邻居胡三 给拾了 这胡三一样贪财 他不想还驴 想枪回家 窝藏一夜 第二天拉到外地去卖了呢 谁知 这一切院门 这驴认出了不是自己的家 就觉得屁股不肯走了 于是 胡三就抓住龙头 拼命地往里拉 可人劲没有驴的劲大 拉了半天 也没拉动 累得胡三是插插汗 还要拉 就听见墙那边 老汉在骂 拉拉 我叫你拉 拉不死 明天找你算账 胡三一听 坏了 急忙一松手 驴就往外跑了 驴背上的鞍子 让月儿那的枣树 给挂住了 驴一使劲 挣到了杜担 光着背 就跑回主人家了 墙这边老汉 正在茅房里拉得半死不活 忽听着老婆子在院里喊 哎呀 驴回来了 老汉也顾不得拉了 急忙跑到当院 抱着驴头直喊 哎呀 真是谁见的 药一喝 驴就有了 老婆子说 这背上的鞍子不见了 那么贵的鞍子丢了 老汉也感到心疼 但是心疼也没办法 好在驴来了 算了吧 夜里掌灯睡觉时 老婆子见老汉面黄肌瘦 身体虚弱的样子 心疼的说 你呀 要不是我 今儿非把你拉垮了不可 老汉不解的问 咋了 老婆说 那都是些啥药啊 老头的 我真怕把你拉倒爬不起来 就悄悄的留下一半 没敢熬 嘿 你这死老婆子 老汉气得 一个劲儿的拍大腿啊 就想挥拳打老婆子 他掘着胡子骂道 怪不得驴能回来 背上的鞍子没回来 啊 原来是那一边药